午飯飯 在大飯店餐廳 要吃四桌 東東 東東 來吃葩花火雞肉飯 蔡蔡 這是火雞肉飯 這個是雞肉飯 吃葩蔡 吃的狠狠喔 吃的狠狠喔 快吃 我們現在來到了快樂生活村 等一下要進去逛一下 他這個大部分都是日式 日式時代的一個建設 我也想要幫東東戴一個這個帽子 好耶 你會怕 東東我們來到了警察局 警察局賣兵 全部都是生意人的地方 賣東西的 覺得是逛逛可侶 但是每一家都是在賣東西 我覺得很不時機的 是來好公公公公 如果要門票的話可能 可能就沒那麼多人進來 你家藝人 哈哈哈哈 我是新 下一人新在台北 那個抹茶冰看起來蠻好的 對 我一直在想那個早餐 走 應該這邊吧 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 你夾的筋骨 哎呦 阿湯汁在這 對啊 嗯 濃濃茶的味道 蠻濃的 有一點效果 蠻好吃的 但這是一百八耶 不知道跪在哪裡 那個金箔 金箔不要吃 我吃吃看金箔 我們就吃後面不要吃金箔 金箔玩他好了 哈哈 哈哈 算還好 抹茶味很濃 但是有一點偏苦 偏苦 不適合我的口味 可是抹茶本來就會有點苦啊 對 等一下 開車就是把那個放那個地方 一二三 巧 我們現在是在嘉義市的北門火車站 這北門火車站是以前是通往阿里山唯一的小火車 如果要上阿里山的話 就要從這邊坐火車上阿里山 來這邊搭火車喔 對 那現在這裡不能搭變成什麼 現在變成遊覽的地方 讓大家知道說以前的火車是怎樣 以前上阿里山的話 他因為阿里山蠻高的 所以他的那個火車沒有 都是用那個 木炭的 煤炭吧 然後 煤炭吧 然後他就用 自行的方式 進去阿里山 車上去 然後 退一步 又上去退一步 為什麼要退 因為太高了 那車子沒辦法 這樣子一直直 直行 他的那個坡度才不會那麼大 對喔 好緊 什麼日本料理 我媽媽說 他跟我爸訂婚了 早上在這一家 吃日本料理 訂婚耶 從以前看到現在 武漢肺炎也沒有倒 來拍給大家看喔 義立木窯幾年 結婚到現在幾年了 29年耶 哇靠 對 我們走 我們走到入口了 他們連廁所裡面 都坐成火車的樣子 很可愛喔 小狗狗 和小狗狗 走 走 這一條是還有在行走的火車路線 這邊有一些情風景 所以我們只能跨越這邊 不遺逗留 這平常可能觀光工廠也沒什麼人 這平常可能觀光工廠也沒什麼人 可是這個很高耶 上我肩膀耶 你不覺得這裡感覺會 會是那種港劇 然後殭屍會收在裡面 哇靠這個比我高耶 叫2026年才能打開 欸不要走那麼快我會怕 不然一天就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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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崩暈倒了 他最討厭這個味道 台獨家酒香味濃 請您深呼吸成年 古家啤酒 蛮香的 這聞起來有點那種 藥酒的味道 對 就無家比啊 無家比本身就是藥酒 中藥店的味道 舒服淨 買這樣子然後送了七碗面 結束 我們現在要去救救家 晚一點跟舅舅吃晚餐 睡舅睡舅 掰掰 來點餐 叫一個體育客海豬炭烤 熱炒點 這邊 它的那一斤是黃香 紫豆 紫豆 紫被遮住以為要打開 我們今天入住 紫豆去旅行 開心成這樣 這是我們的飯店 有點小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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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嘉義第二天早上 我們現在要去吃我們從小吃到大家最喜歡的碗粿啦 嘉義的清晨 非常的幽靜 唯獨這隻狗在S型 這隻狗尾巴好帥喔 以前這裡真的是很舊很舊很舊 現在更新成這樣 我們要賺錢喔 之前它是外帶那個 是在這邊 一定有香薇薑薇 算好 現在就頂好以前是那個華南西宴 所以我們都講說華南西宴旁邊這樣 這樣 今天我還不是今天要吃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現在要自己一個人從嘉義火車站達到華南火車站 再跟好好他們會合 那嘉義旅行就差不多這邊結束囉 掰掰 能泡茶 靠近古代人 方式的時間 動手在眼前 水上 熬山 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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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餐 我希望 皆さん 昨天我們 我們全家去住的那個 王子測試乎旅行的 住宿新的 沒錯 我當初 是不是 我會 要定這些名 是不是 因為我看到 它是可以再重온�実去的 然後加上 價格也沒有到很貴 我在AMP&B上面看大概是2744塊 然後加300塊 然後6個人 5個人加一隻小狗這樣子 因為我們不到3天要出發了 OK的就是馬上訂 其實我有看到下面的評價 有在說一些不太好的一分 但是就是 因為他那個早餐的地方很漂亮 所以我還是訂了 所以真的是不要被早點點了 這個假的但我沒有在那裡吃早餐 首先他的那個臉盆 出水量真的是 因為我爸都在水水面 他出水的話你轉熱水 他就會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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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果你想要溫水的話 你不要把它轉到最冷那邊 然後再轉水來 0.5公分的那個距離 他才會變成有點溫水 我是倒數第二個洗 洗到最後就有一點沒有熱水 吹風機也是 好像那個風小到 小到我不知道我要吹到什麼時候 再來是 枕頭 哇 枕頭真的 哇哇哇哇哇哇 太可怕了 那個枕頭是 好像發明一位 不是好不好那 那我去找個東西墊在上面 我就把我做一堵墊在那個枕頭上面的水 結果不行 那個味道還是一直沖上來 衝到我的腦子裡 那我真的是太吐了 我後來把枕頭拿到旁邊 然後 睡東東的床 算有點快了 那時間 真的睡不著太臭了 後來我想到 然後就是因為我們這次是 住四人房 然後 然後我們有多加一床 然後我跟他講說 他數加一床要加300塊 我們說好 但是後來發現那個床是很多個單人床 把它拼成無可人的 所以等於 其中一個人家床的話 他就會睡在床跟床之間 那個縫隙那邊 啊我就是睡在那邊 就是 我以為他的家床是 雙人床 T-size那種 就至少我是 會睡在床面上的 啊然後我剛才突然想到 還有一個最靠的就是隔音 哇那隔音真的是 也是浪爆炸 我們已經隔一個 一個牆加他們的 房間的牆 所以還是從那個牆壁這樣穿過來 超大聲 就是完全零隔音 後來 我媽真的談起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 可以小聲一點嗎 所以 我真的完全完完全全不推薦 跟這家王子去旅行 家庭真的不適合 雖然這家店真的是很爛啦 但 我覺得服務人員 跟對小狗的態度 是非常不錯的 其實如果他們可以把一些 硬體設備 弄得更齊全更好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 以上就是 我就是住宿情歌囉 然後分享給大家今天 以上 掰比